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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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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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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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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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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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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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釋迦摩尼佛马上给这些病人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才能够救你们 釋迦摩尼佛 他好像就把这件事情推给阿弥陀佛了 因为人家当时在喊 哎呀 釋迦摩尼佛 请你救救我们啊 结果釋迦摩尼佛说 你们去找阿弥陀佛吧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开始感受到 釋迦摩尼佛的意愿 其实就是要我们众生归命阿弥陀佛的 因为如果说都没有分别的话 那釋迦摩尼佛 他自己加持姐姐就好了吗? 但是现在 釋迦摩尼佛推给阿弥陀佛 那肯定 阿弥陀佛这一尊佛 跟我们众生 他就是有特别的因缘来的 结果还真的 大家听到以后 马上转向了南無阿弥陀佛 本来是南無本是釋迦摩尼佛啊 现在就南無阿弥陀佛了 这一下 阿弥陀佛立刻大放光明出现 更没有想到 一切的病苦 立刻消除痊愈了 病好了 刚才所讲的 眼睛 鼻子 耳朵 头脑 所有的病苦 当下全部 统统都痊愈了 就非常地不可思议 其实在《无量寿经》里面也有记载 我读一遍 诸有迷离 禽兽 霹雳 诸有考至勤苦之处 即皆修止不复至 莫不解脱忧苦者 诸有盲者皆得事 诸有聋者皆得听 诸有阴者皆能语 诸有旅者皆得身 诸波避见者皆能走行 诸有病者 即皆欲起 这是记载当时释迦摩尼佛为我们众生讲解《无量寿经》的情况 因为释迦摩尼佛赞叹介绍阿弥陀佛 那大家念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 当时阿弥陀佛是大方光明地出现的 跟刚才所讲的一样 特别的是 当时所有的众生 见到阿弥陀佛 当下全部都得到好处 你看 善恶到受苦的众生 因为这样 全部的痛苦马上停止 而且瞎眼的人 变得看得见 耳朵聋的 也变得听得到 哑巴的 也能够变成讲话 駝背脊椎有问题的 变成正常 脚有问题的 也能够变成走路 生病的 也能够痊愈 全部因为阿弥陀佛的威神利加持的缘故 各位 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是很不可思议 但是 它就是记载在《无量寿经》 当时在古印度发生的 你看 刚才所讲的文艺的公案也是啊 那这次在《无量寿经》也是 这些 其实都是在显示念佛法门的不可思议 念佛法门 其实也能够带给现世种种的利益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期 其实也是遇到全世界疫情的情况 这个病毒还是不断传染到全世界 你看 世界各地科学家 再多也好 好像也束手无策 讲到疫苗 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其实人类过去的历史 很少病毒 瘟疫的案例是靠疫苗解决的 因为病毒一传染 就来不及制造这个疫苗 或者疫苗一出 病毒到时就变种了 疫苗又不能用了 那就算现在有疫苗也好 短期之内 传到全世界基本上也是很难做得到 是啊 你看 全世界如果80亿的人都要全部得到疫苗的话 哇 我都不知道要多少时间才足够 那既然如此 也希望大家今天听到这次念佛化解疫情公案以后 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多多念南無阿弥陀佛 让阿弥陀佛的威神力加持 你看 现在我们每天晚上在网络都有见面共修念佛 每天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 就因为这个疫情期举办的 这样子就很好 毕竟我们讲疫情往往都是业障造成的 前因后果 我们是很难理解 但是念佛教给阿弥陀佛绝对没有错 因为业障的问题就需要功德来化解而已 那佛们最殊胜的功德就是称念南無阿弥陀佛了 这是释迦摩尼佛给我们介绍的 你看 像刚才所发生在古印度的疫情病 我们看 就是因为释迦摩尼佛 辞应大家归命阿弥陀佛而化解了 道说道士说 读一遍 就是說 如果按照一般的解释 兩尊佛 释迦摩尼佛也好 阿弥陀佛也好 他们两尊佛的神通道理应该都是圆满的 因为只要成佛都是一样的圆满 但释迦摩尼佛 他就故意把自己藏起来 把众生推给阿弥陀佛 那目的是很明显的 就是要我们众生归命阿弥陀佛 就是 为什么? 因为 虽然佛陀的神通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尊佛跟我们众生的缘分会有不同 阿弥陀佛跟我们众生的缘分就是比较深 就比起其他佛陀 都还要深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救度我们众生比较容易 所以 就是所有的佛陀都要把我们交给阿弥陀佛 就是这样 缘分就好像我们讲的种种子一样 各位 我们种种子 需不需要很好的这个环境呢? 当然 种东西当然需要嘛 你看 这个种子最适合的环境 可能就是温暖的泥土 阳光 水分 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这个种子放在火里面烤 请问 种子能够发芽吗? 当然是不行的 那这个环境 其实就是所谓的缘分 种子最适合的 就是有泥土的环境缘分 没有说火不好 只是它不适合给种子发芽嘛 种子 就是代表我们众生 阿弥陀佛 就是泥土 没有说其他的诸佛不好 只是说 我们现在是种子的根基 我们只适合阿弥陀佛 泥土缘分 环境 成就而已 这就是讲到 缘分 成就一切 就好像有泥土 自然能够让种子发芽一样 所以释迦摩尼佛才特别把我们众生 教给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道理 道綽大师说 我读一遍 此佛 释迦如来 八十年住世 暂现几去 去而不返 比予涛利诸天 不治一日 又释迦在时 旧缘异弱 这是讲到一个例子 为什么说释迦摩尼佛跟我们的缘就比较弱 因为我们看 释迦摩尼佛在这个世界 他只有活到八十岁 就进入涅槃了 涅槃就是说 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了 各位 你要知道 八十岁还是人间的时间而已 但如果说 现在在天上还不到一天 因为天上的一天 是我们这里的一百年 但释迦摩尼佛只有八十年的事先 所以也就是说 天上苦难的众生 他一天都还没有过 释迦摩尼佛就走了 大家可能早上看到释迦摩尼佛成佛 下午就看到释迦摩尼佛入涅槃了 就一天的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天上的一天 是人间的一百年 释迦摩尼佛才释现八十年而已 当然 在天上来说 就等于一天都没有到 那就算我们人类有释迦摩尼佛八十年的时间也好 但是 各位 现在 释迦摩尼佛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三千年了 我们现在的人 你没有见面过三年 就已经很陌生了 你三年没有见面 到时一见的时候 连连话都讲不出来 更不用说三千年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跟我们众生 这个时间众生的缘 其实就是非常的短浅 但是我们看 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就不一样 各位 阿弥陀佛 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 在《净土三经》常常看到这三个字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 无量寿经直接把无量寿当作经体 就代表说 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无边 他没有进入涅槃 他现在还在 你看也有说 久住不灭 念佛法门永远不会在我们这个世界消失 《阿弥陀经》直接就说 《阿弥陀经》现在说法 阿弥陀现在 就在这个时候 还在讲法 观经也说 阿弥陀佛去此不远 阿弥陀佛就跟我们众生很靠近 不远 也有说 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摄取不舍 就阿弥陀佛的佛光还在照着我们 没有离开过我们 没有放过我们 所以简单来说 阿弥陀佛现在都还在陪着我们 就在我们的身边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而且是无量寿 无量寿的时间 就一直互念着我们 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单单80年的视线 就差得很多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把我们众生 交给无量寿的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道理 各位想想看 今天如果说有一对爸爸妈妈 他们现在有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还很小 但是太太比较短命 现在要走了 那请问太太会怎么做呢? 太太会不会说 我走了 算了 我的孩子也跟着丢掉了 会不会这样? 不会的 什么可能会把孩子丢掉呢? 因为既然太太短命 照顾不到孩子 当然 就会交给自己另外一半 就交给自己的先生照顾了 因为这些先生还在嘛 相同的 释迦牟尼佛知道 他其实跟我们众生的缘分不深 他自己在这个世界 也只能自现了80岁 很多众生往后 是感应不到释迦牟尼佛的 所以 他就把我们交给无量寿的爸爸 阿弥陀佛 这完全是一种慈悲的表现 因为释迦牟尼佛知道 他照顾不到我们 但是 阿弥陀佛就可以 阿弥陀佛跟我们众生的缘 就是无量寿 所以自然 他就把我们 托付给阿弥陀佛了 释迦牟尼佛还担心我们不相信啊 特别的 还给我立遗嘱了 我们是些人说 人过世之前要有遗嘱 那释迦牟尼佛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 在《无量寿经》里面就有说 无得以我灭渡之后 附身疑惑 当来之事 经道灭尽 我一慈悲哀明 特留此经 止住百岁 其有众生 直逝经者 谁亦所愿皆可得渡 又说 如是广大为妙法门 我今为大主类 当力事发久住不灭 这是《无量寿经》里面的一段经文 也是我们佛门里面最有名的经句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专有 其他没有的 释迦牟尼佛就说了 不要因为他入了涅槃以后 你又再怀疑阿弥陀佛 因为就算以后 到了灭法的时代 就是我们佛法会慢慢的衰弱 衰弱到一万年以后 却到了一个叫做灭法的时代 就那个时候 什么佛法都没有了 佛法消失了 我们现在听到的《热言经》《华言经》《大悲咒》 《六字大明咒》 《地藏圣号》 药师佛 种种所有的佛法 到时候全部都会消失 灭法时代 但是 这句南無阿弥陀佛还是会存在 一般的解释 就说从文字上来理解 大家会认为说还会继续流传一百年 讲百年 其实不止一百年 而是永远地传下去 因为古人 华人的百年是永远的意思 讲死后百年 其实就是永远的意思嘛 所以释迦牟尼佛曾经也说 念佛法门会久住不灭 那就显示 这句南無阿弥陀佛会永远地流通 不是单单还会留下一百年而已 到时候遇到南無阿弥陀佛的佛号 都可以得度 这是释迦牟尼佛特别慈悲加持 给我们的最后的礼物 也是一个永恒的礼物 因为现在 你不管出生在哪个时代的众生 都可以得到利益解脱 所以这样 比起其他的佛法 难道我们还看不出南無阿弥陀佛跟我们的缘分 是最深的吗? 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阿弥陀佛跟我们缘分不深的话 那怎么可能在灭法时代的众生能够念佛成就呢? 你看上导大师说了 万年三宝灭 此经诸百年 二十闻一念 皆当得胜匹 就像刚才所讲的这个灭法时代 只要我们一接触到南無阿弥陀佛的6个字 我们马上会被阿弥陀佛摄取不捨 灭法时代的时候 其实不只说佛法消失了 而且那个时候还是属于道病界 就是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在打打杀杀的 整个世界饿死病死的很多 资源不够 人心坏掉 所以当时一看到人 他们就是拿刀出来杀人的 比打仗还可怕 因为打仗是一下子的 但是刀兵节是长时间的 但是这种恶劣的环境 只要在那个时候 任何一个众生 不管你是人 动物 三恶道 只要你接触到这句南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马上都会放光 加持 射受 功德当下去圆满 就能够得度 这个就是缘分身才能够解释得通了 要不然你怎么能够解释呢? 因为那个时候佛法都没有啊 人都不知道修行 道德也没了 那时候的人整天都在造业的 但是就能够得度 那只能说 是我们跟阿弥陀佛强而有力的缘所成就的 如果说 要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英国女王的房间 请问各位 你们有去过英国女王的房间吗? 当然没有人去过的嘛 现在不要讲女王的房间了 我们可能连英国的王宫都没有去过 是不是? 有多少人去过英国王宫的啊? 现在不要讲普通人 连有钱人也没有办法 就算你有去过王宫也好 你也不可能说你可以走进女王的房间去参观的 因为那个是房间 那是属于这个私人的地方嘛 但是我们看 女王的这个小狗 她天天就在女王的身边 早上起床 小狗还会爬上女王的床上 跟她亲亲嘴的 你要问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有缘嘛 如果要问能力 请问小狗有钱吗? 小狗没有钱啊 请问小狗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他也没有贡献 但是这只小狗就是得到一般人得不到的东西 他天天就跟女王住在一起 就享受王宫的荣华富贵 这些都是缘分造成的 就因为这只小狗跟女王有缘 所以自然它就有这种特别的待遇 所以灭法时代 人这么恶劣 结果佛说 只要念佛 谁都可以得度 这些都是因为阿弥陀佛跟我们众生缘太深的原因 所以才会这样的出生 所以大导大师说 要读一遍 非无因缘 然弥陀世尊 本发深重誓愿 以光明明号 色化十方 但使信心求念 上进一行 下至十生一生等 以佛愿力 亦得往生 事故世家 给予诸佛 劝向西方 为别一儿 那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深重着誓愿 成就了我们念佛人一个强大得度的因缘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念佛这么简单殊胜的原因 所以有些人问说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念佛可以成就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跟我们众生的缘 就太深 太深了 深到 所以你一念佛就能够得度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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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